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便條秩序的頻道 我是Vivian 今天我們要來做可擦拭的手機造型小畫板 除了可以自己設計手機圖案 螢幕部分還仿造了液晶畫板的用法 可以消除再重複塗鴉喔 當然你也可以翻過來 在背面留言當成卡片使用 或是把螢幕當成秘密留言板 製造隱藏的小驚喜也很好玩喔 正好爸爸節要到了 一起做一隻給喜歡3C產品的爸爸吧 那我們就開始囉 準備一張正方形紙 我們先來折出手機的形狀 首先背面朝上左右對折 把頂部一角往後反折 然後往另一邊對齊 上半部不用壓平 捏中間固定一下就好 然後把躲出來的這一角沿線反折 這樣左右腳才會折的一樣多喔 打開來 下面兩腳重複 一樣往左對齊再折另一腳 四腳完成後手機形狀就出現囉 先展開來 我們要來挖空螢幕的部分 在半邊中間畫一個長方形 你可以直接憑感覺畫 也可以跟我一樣用尺邊量邊畫 頂部我是留3公分左右的空間 底部的話留3.5公分左右 中線上也量好一樣的距離做記號 然後連線 在剛剛的橫線上左右各留1公分的間距 上面這條也是 然後連線 擦掉多出來的地方就是一個整齊的長方形喔 把長方形的部分剪下來 先捏住中間 剪一刀 然後從洞口往四邊剪開後 就可以沿線把長方形剪下來囉 這樣就有一個中空的面了 接著我們來準備一下畫板需要的工具和材料 一張比手機大的硬直板 膠帶 雙面膠 夾鏈帶 黑色的水彩顏料或壓克力顏料 沒有顏料的話也可以用護手霜或如意代替 畫底色用的色筆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就繼續製作步驟囉 先把手機折回去 在下層描出螢幕框的邊角 在框框內畫上想要的底色 文字或圖案 圖成彩虹顏色的話 完成後會比較像液晶畫版的感覺喔 蓋回去 拿出夾鏈帶和顏料 擠一顆稍微比杏仁大一點的顏料到夾鏈帶裡 把旁邊的空氣壓出去 再把夾鏈帶封起來 在袋子裡均勻塗開 夾進去蓋住底色的部分 然後用膠帶固定好 蓋回來 螢幕的部分就是可擦式畫板囉 邊角折回去 來加上手機的圖案吧 主按鍵也可以畫在別的紙上再剪下來貼喔 裝飾好啦 裝飾好啦 接下來來貼上雙面膠固定 打開沿著螢幕邊框來貼 蓋回去黏起來就ok囉 最後來增加一下手機的硬度吧 拿出硬紙板或卡紙 沿手機邊緣在上面描出形狀 剪下來 一樣在邊緣黏上雙面膠 重疊黏到底部 手機畫板完成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特別會面有一 wannabe 蛙的我們濁入的 漂亮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